国内新增8例境外一路的COVID-19的病例 那分别是这个菲律宾印尼及波兰入境 那我先报告有关就是国内新增8例境外一路的COVID-19的病例 那分别是这个菲律宾印尼及波兰入境 那这8例就是案591、592、595、596、597 那是两名男性的船员跟三名女性的移工 那其中案595是印尼籍 那其余四人是菲律宾籍 年龄都介于在20岁到30多岁 分别在今年10月18、29日入境后前往其中检疫所 那检疫期间也都没有疑似的症状 在11月11日及12日进行检疫期满前的裁检 那检出阳性之日确诊 由于五人皆无症状 也未与他人接触 那故不匡列接触者 那另外案593是50多岁的本国籍女性 今年7月中旬到菲律宾探亲 那10月29日返台 入境时没有症状 那个案在集中检疫所的期间 11月3号上午虽回报有轻微鼻塞跟流鼻水症状 但下午回报已改善没有症状 那经评估后未安排就医 那个案在11月11日进行期满前裁检 在今天确诊 那由于个案发病前两天 到住院隔离前均在这个检疫所检疫 未以他人接触 故无需匡列接触者 那另外案594是2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是在今年8月中前往波兰就学 那11月5号起陆续出现嗅血异常 及喉咙痛的情形 颈自行服药未在当地就医 在11月10号返台 那路径时有主动告知有症状 在机场裁检于今日确诊 那以掌握个案的接触者36人 其中同班机前后两排座位的旅客23人 及同行返国同学一人 居列居家隔离 那其他防疫计程车司机一人 自主将管理 那同班机组员11人未入境 那将透过IHR来通知 那另外I598是30多岁的本国籍男性 是在今年9月上旬到印尼工作 11月11日返台 那路径时有主动告知有喉咙痛的症状 在机场裁检 在今天确诊 那目前占匡列个案接触者共三人 其中两人为同行返国同事列居家隔离 那一人为防疫计程车司机 列自主将管理 那另外他同班机的接触者 将进一步匡列 采取上关的防疫措施 随到目前为止 我们共有597例确诊 那今天有8例 应该是4月19号之后 就是这一天里面 有最多的病例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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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